大家晚上好 好 呃 今天 其實今天這個感覺 我還是要再講一次 我第一次來分享的時候 我有 我有分享說 其實我是來找回我小時候的記憶 好 那為什麼是我小時候的記憶 待會會一一跟大家分享 那 剛剛以上兩 呃 有幾位分享的 就是關於做社照的經驗 或是參與試預算 還有關心住民這些議題 其實 呃 我覺得我很開心 我的爸媽給我這樣子的環境 我從小 在 我可以說我是一個社照養大的小孩 對 好 那不過呢 我們今天從頭來開始講 那 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看一本書 然後 建一間房子 那事實上 一側木照 這是我爸爸的作品 那當然 我們 我們真正的作品在訪聊 這只是其中一個構建 好 那一側木照 其實 要講的議題非常的多 你要如果要講工法的部分 我真的沒有辦法講 可能要請 就是跟我 請我爸來說 但是你知道我爸 畫夾子一打開 是要我媽來喊咖的 那個 我們今天也有來一位換工 是宇晨 他是今天 他昨天才來我家報到 結果今天就被我媽帶來台中了 然後 然後就來一日遊 台中一日遊 那只要來跟我們家換工過的夥伴們 都知道 我爸畫夾子打開 就是講不完 那 那他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那至於工法的部分呢 如果大家想知道 不好意思 我沒有辦法告知 因為 那不是我的領域 但我能說的就是 我想要分享的是 這十年來 看一本 找起一間住 重點在這兩個字 看 到去 從看喔 到真的要去蓋 如果是大家看 看書 大家都會看 對不對 可能你在生命當中 你有一本書 對你來說你很有意義 然後你也覺得深受啟發 那你有去做嗎 有嗎 應該大家心中都有一本書吧 那邊有書牆 好 那我是來自屏東 仿寮 我們全 我是土生土長 仿寮 屏東人 那我很喜歡採在 這是我家的草地 就是我們家現在那個基地 的草地 但是這個草 是我們一起 我們全家人一起 親自種的 所以我很喜歡採在草地上的感覺 那如果大家想要再更認識 我們可以大家上網搜尋 KEEP WORKING第九屆得主 那我是第九屆的 就是已經前一屆的得主 那這是 今天我代表的是一側木造發言人 那我基本上我自己的工作就是 我也在做演唱會的幕後工作 那我也是一個舞團的舞間 那我平常我全職經營我的案例事業 這是我的生活 好 那這是我爸爸 這順便講一下 這很多照片都是我老公拍的 好 那也感謝他幫我爸 記錄一些照 我老公在那裡 好 給他一個掌聲好嗎 好 那 這我爸的姿勢喔 我爸應該沒看過這張照片 他這張照片很帥嗎 帥 這雙血也很帥 在他腳上 好 那從這本書 對我們家來說 這是一本聖經 這是我家的聖經 那我們家所有的結構 所有的know how 所有的該怎麼蓋 甚至我們連儀式都遵循古法 都是從這本書來的 那這本書怎麼來呢 這是一個故事 我家的PPT都可以延伸出很多故事 但因為今天只有十分鐘 好 那大家之後會後也可以來跟我爸 那個詢問這本書怎麼來的 好 那我要分享一下 一側木造 其實我們蓋了13年 目前為止 我們從2002年開始發想製圖 那這是我爸爸 他在他的工廠 那這個製圖更厲害 在現場有很多學過建築的 應該現在也沒有人用藍圖了吧 手繪藍圖 我爸自己手繪藍圖 然後這是他在2002年的時候 自己手繪藍圖 他畫了總共 應該有16張圓圖 對不對 反正就是 那幾張圓圖 我們把它當寶 因為他現在已經是有點 因為是用鉛筆畫的 必須修改 那建造的過程也必須一直修改 所以那幾張圓稿真的快爛掉了 所以我們很寶貝 他未來會是我們的傳家寶 可能就是鑲在我們家的牆面上 那從2002年開始製圖 接著2003年 這中間又做了一件事情 因為啊 蓋房子需要載木頭 所以呢 這中間我爸又花了一整年的時間 修改一台T2貨卡 那就這一台 綠色這一台 大家會看到他的鏡照 就是他前面這一台 那他用了一年的時間 就為了載他的寶貝木頭 然後修改這個貨卡 他是一個T2的包車 老T2車 然後他把它改成板車 這如果玩車的人都知道這太厲害了 他連車子都自己改 連貨車都自己弄 好 那到2004年的時候 終於開始開著 就是木料真的進來 那我們的木料是來自人造林 不是原始林 所以這是一棟完完整整 超標規格的綠建築 好 那2004年 我從2002年到2003年 2004年 你看每張照片都跳一年 所以我們的進度是非常的歸宿 很慢的 那到2012年我們才動土 這中間數學好 幫我算一下 2004到2012幾年 8年對 快9年 這中間我們等了快89年 那這89年到底在幹嘛 就是找那些木頭 找那些 木頭來是圓 就是正正方方的 他沒有卡沒有損 他原本就是四四方方的 但是 這89年就在做這些事情 好 那細節也請回後可以跟我爸分享 這我沒有辦法說明 那我們終於在2012年的時候 8月7號做了一個動土的儀式 那2013年的時候 終於土台開始做了 就是打地基 那因為這是一棟木頭建築 所以每個人都會說 是不是會有防水防潮的問題 防巴鈺的問題 所以地基很重要 這棟房子的地基非常重要 光是地基我們就弄了半年 好 那到了2013年的時候 10月27號 我們終於有一個立柱的儀式 就是所有房子要蓋起來 房子的最中間那一根柱子要立起來 然後這是一個立柱儀式 它是一個隨 這是一個這個房子 雖然大家都知道日式大木構建築 可是事實上是來自隨堂的工法 所以我們整個遵循古法 找到中間這一根最重要的柱子把它立起來 那2014年這整年就是 所有的柱子把它立起來 光立柱子也立了一年 好 然後到2015年 終於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1月24號 我們辦了上兩儀式 對 每一張照片都跳一年 這講起來很快 過得非常的慢 真的是13年的時間 好 那其實這一個過程 這十幾年 就是因為我這個工夠慢 如果這棟房子蓋得很快 沒有很多故事可以講 那因為這個夠慢 所以呢 我今天要來分享三件事情 那這三件事情 我想分享第一件就是 你的生命當中 有沒有一個 一位影響你很深的人 有沒有一個 一件事情 或是一個環境 影響你很深 那當然我要講的就是我爸爸 他坐在這裡 他現在坐在沙發當土豆 聽我講 好 那對我爸爸來說 其實我沒有跟我爸 對焦過這張PPT 但是我想應該是這樣的 就是剛好前幾天是發生了 課綱的事情 事實上前天晚上我真的睡不太早 我從來 其實我不看新聞的 我不愛看新聞 但是也是因為我老公影響 我開始看新聞 我開始認識社會議題 然後前幾天晚上 我看完這篇 看完那些新聞之後 我剛好要做PPT 我覺得我今天要放上來 事實上 我聽過我爸講 小時候的故事 那 小時候的故事其實 是蠻坎坷的 我聽起來 因為在場沒有人經歷過 也不會有人需要經歷過 不用謝謝 也不會有人經歷過 因為這個太苦了 這個年代 那這一篇 這段文章在講說 父親失聯的一千多個日子 然後這本書是屏東縣政府幫我們撰寫的 就是一本書 這裡面也記錄好多 二八事件受害者的故事 好 那我相信我爸的 我爸會有這些人生經歷 其實來自他小時候 那當然對我來說 我爸創造了色照的環境給我 我從小 為什麼我一直在講色照 我今天完整的說明一次 因為從小我爸媽回到家鄉開餐廳 到第10年的時候餐廳經營得不錯 我爸就說 其實那時候剛好我們台灣在發起 城鄉新風貌這個議題 有非常多的建築師 開始幫忙做一些城鄉新風貌改造 都是屬於比較硬體上的建設 那當好我舅舅是建築師 那我爸爸開餐廳 我爸媽開餐廳 他們就覺得 那就把這個餐廳開放出來 所以我家常常一個禮拜 可能固定有幾天 就像大家這樣子坐在一起 討論非常多社會議題 討論非常多 譬如什麼時候要去淨灘 什麼時候要去辦農魚劇的展覽 什麼時候要辦什麼什麼什麼 寫生比賽之類的 小時候他們從來沒有陪我看過書 也沒有盯我要寫功課 也沒有告訴我考試要考幾份 但是我就是看著他們做這些事情 我的工作就是在旁邊倒茶 然後收報名表幹嘛的 收錢這樣 沒有收錢啦 就是倒紅茶給大家 所以從小我看過我爸 這個是他在我們訪寮的藝術村 幫我們訪寮做除草 那時候是一個廢區空間 然後廢區非常多雜草 所以我爸就拿起 我爸就他會嘛 他就去做 會的人就去做嘛 那時候其實我心裡想 為什麼都是我爸在忙這些事情 很累耶 大熱天然後全身是汗 但是我爸做給我們看 所以讓我體會到什麼叫付出 什麼叫做對 為環境做一些事情 那所以他也開了他的貨車 然後幫 就是幫我們的辦公室移到另外一個空間 然後那時候我們 我們發展了一個叫做連霧之筆 因為我們訪寮的特產是連霧 那連霧很多時候要撤機的時候 那些連霧之事要燒掉 那燒掉會造成環境污染 所以那些樹枝呢 就我們把它變成一支鉛筆 所以我們就發起這些志工來做這些鉛筆 但是去載樹枝的人是誰 是我爸 又是我爸 對 好那其實這個就是淨灘 那早上十五點開始 然後到訪寮的海岸 金潭 訪寮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真的去過了你會想要住在那裡 好以上這些事情其實 就是讓我畢業之後 我有五年的時間回到家鄉 我一畢業就回到家鄉 做了五年的社造工作 那這五年其實 我剛剛是不是 志工哪一位啊 對不起對 就是 我叫什麼 家裡 家裡對來跟我分享 其實我很鼓勵 其實在你還沒走入社會之前 你去做社造工作是好的 其實這也影響我很多 好那 這是我覺得 從小到大一個很棒的環境 所以到現在 當然為什麼我不再做社造 也有另外一個故事 大家可以私下再聊 那到現在我們全家人回歸到我們自己的房子 我們也離開了社造這個領域 我們現在在我家 在2002年開始 我們全新打造我們的夢想的房子 那這一群是來我們家換工過的夥伴們 那換工我要說明一下就是 我們在網路上開放大家來參與 我爸爸也不藏私 我們沒有申請專利 我們沒有 因為其實要學有點難學 這一位是第一個來學的叫阿仁 他是大師兄 這是第二個二師兄 然後這應該算第三個三師兄 其他不能算師兄 因為都沒有待過一年以上 那他們三個是真的待過一年以上的 那現在網路上PO 我大部分就是嘉飛貓這個大哥 好那 今年的那個雨晨就是新人 是我們換工新夥伴 那這些人他們來到這裡 其實我要講的是 這些人他們因為受到我爸的影響 所以他們來到這裡 那他們回去之後 他們也各自做他們的發展 所以其實我在Keep Walking的計畫裡面 我寫到這個空間 或許你不會因為來這邊想要蓋一棟房子 但你會因為來這邊看到我爸 跟著我爸工作 你回去想要做一件你這輩子 你不會後悔的事情 那今天也是我想要傳達給大家的 好那這一個是一個來過我們換工的夥伴 他是在台北洋有個風中之心 也是這個做木購的一個團隊 那這個年輕人寫這段話我覺得超感動 我寧給大家聽 他說如果十幾二十歲的人在追逐夢想 我們會祝福他 如果三四十歲的人在堅持夢想 我們會好奇他們在做什麼 就像阿楓一樣 那如果五六十歲的 還沒嗎 Sorry 我沒有問過你身家 那如果五六十歲的人在實現夢想 我們很尊敬你 那這一篇這個明信沒有看完 其實我很感動 對我真的非常感動 我感動的不是 不是只有我知道這件事 因為我一直很希望我們家的努力 我爸媽的努力是被看到 然後我爸的精神是被傳達出去 所以這個人他寫這段話 我覺得我們全家人所做的事情 有touch到他的心 這是設造最真正的初衷 真的 這是設造最真正的初衷 好 那再來就是 我要講第二個就是 一種態度 一把 一把心中的尺 這個要講的是 其實我爸有跟我講過 我們房子有一把杖高尺 好 那講到房子 其實我爸爸在還沒有蓋房子之前 其實他是玩金龜車 他玩老車 這台他是 是他第一台修好的金龜車 他玩過的車是不只一台 那這是我從小二年級看到他修到國中畢業之後 修了快四五年 修好 剛好是我可以學開 我十八歲開車我就開這台 所以他是我的戰車 他陪著我跑我的案例事業 跑了快五六年 他是我的戰車 那有一次我爸跟我說 這個就是我努力的痕跡 我被 我撞的痕跡 好 所以我要講的是 其實我爸在修車的部分 他為什麼修老車 就是為什麼他蓋老房子 他同樣的態度 他在不同的領域去嘗試去摸索 那這一個呢就是我們的杖高尺 這棟房子 什麼叫杖高尺 就是這棟房子其實他就是三尺六尺 大家聽過魯班尺嗎 好 如果我待會可以Google一下 那反正就是這棟房子裡面的門窗 所有的門板 廁所的地 然後譬如說我們的所有的尺寸 都要是跟這個尺寸有關係的 所以他就是我們家的一把尺 這把尺很重要 在我們家房子最後完工的時候 必須要辦一個儀式 把這把尺 奉到那個天花板上面 他要藏到天花板 為什麼呢 因為天花板比較不會有白椅 因為這支尺很重要 當哪一天我們家的窗戶 我們要修整的時候 要去上面把這把尺拿下來 然後依照他的尺寸再做一個 應該這樣講吧 好對不對吧 好 所以呢 這個就是 這代表的是 其實這棟房子有一把尺 我們的心中有沒有一把尺 不管你在面對哪一個行業的時候 你在比如說 可能阿峰也有自己的行業嘛 我不是很了解啦 各位 可能飲料店 或是你今天來到這裡 不管面對任何的人 任何的事 每一份工作 你心中有沒有一把尺 是 是 是對的 是對很難說明 但是 我只想用藏高尺這件事情 來跟大家分享 那 另外一個就是 這種態度 我爸的態度是 他誤差不超過一密尼的態度 那 這個 以工法來說 你看這一個 這個卡榫是很密的 這是我們的天花板 我們現在進度到天花板 因為可能大家沒有看過木構建築 但我曾經被我爸帶去一個 某間大企業要做的一個 受殺研究中心 生態中心 然後那個工阿 我看到那卡榫真的嚇一跳 我沒有看過 因為我只看過這麼精密的 我也只開過金龜車 我沒有開過現代車 那種意思 那種意思的感覺就是 他原來 我爸很厲害 我要講的是這個 原來我爸很厲害 我去看到那個現場工地 因為他們已經遇到問題卡不起來 然後 轉轉透過一個教授 來請到我爸 然後親自開車載我爸去 結果我看到那個卡榫 我就嚇死了 那怎麼卡 那怎麼接啊 那房子到底可不可以蓋起來 好 但是 但是我爸的卡榫 我爸的卡榫是非常 一迷你不誤差的 這個FB上面有記錄這個事情 就是這來講 大家可以去我們FB華文 這來講說 就是 木頭接著接著接著 就接到另外一邊 東邊的時候接不起來 只誤差兩迷你 接不起來 那你看喔 這麼大一個房子 就這樣這麼大一個房子 就兩迷你 你有沒有覺得心裡麻麻 全身雞皮疙瘩 真的很誇張 那因為夠精密 兩迷你 結果我爸查到了兩迷你 把它弄掉之後卡就接起來了 這幾年他就在玩這件事情 好 那這一個呢 是我爸爸 那因為我們家沒有很多的錢 因為你知道那個 KEEP WALKING 一百萬也不夠用 也沒有真的一百萬 好 然後結果 那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就是請掉車 所以我爸就自己設計了一個 A字起重架 那這個是 為什麼他會用這個 是因為來自他早期 有做那個 重工程的經驗 他以前是做O2出生的 然後他也做過 他蓋過中沙大橋 他也到那個 林務局到山上去開山路 他有做過這些 而且我剛剛說 我剛剛講一種態度 跨域的去不斷的磨合 是因為他 他接觸過這些領域 有這些機密工程 所以 當他現在在蓋這種房子的時候 他居然想到這個想法 所有會做木工人也都嚇死了 他居然用這個idea 然後他可以 他可以升起一到兩噸的 一到兩噸重的木頭 一個人 他一個人就可以做起來 所以長工地是他一個人了 所以現在我只要看到我們的 換工夥伴我都很感謝 其實我只是擔心我爸 那個 有危險 不擔心 不期望他們也會做 或不期望他們也能幫忙看 那至少可以 在工地有人看 看東看西 可以看到他的安全 這是我最在意的 好 那所以呢 我剛剛講 一種態度 跨域的去面對不同的領域 我 其實在我小時候 我做社照的工作 其實我爸給我的態度就是 你要做一份工作 你要去做一個 對社會有意義的工作 比如說我曾經跟我媽講過 開餐廳 如果每次外帶都要給塑膠袋 都要那個便當盒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不環保 所以其實我有一點因為這樣 我不太支持他開餐廳 但有點極端 但是我真的有一些這樣的想法 所以我覺得做一件事情 應該是要對社會有意義的 那在社照這個工作 我有一群很棒的志工 我跟他們相處得非常好 我非常的開心 在那五年的生活 但是他實在是不能支撐我的生活費 跟我們接下來全家的支出 所以我當然選擇另外一個跑道 我剛剛說我經營安利事業 所以我真正在我的事業裡面 我看到我讓這個人 這個人 他曾經破產 開創業破產 又到了快40多歲 還沒存到錢 然後他是一個很享樂派的人 可是他現在每天15點上工 然後去做一個很勤奮的工作 我讓這個人改變 那這個人呢 他是一個在車子裡面 會放棍子 會放某種力氣 會去跟人家砍的人 這個人現在在我們的教室裡面 跟我們一起做 他很愛煮點心 所以這個brownie 我教他做brownie 這個這樣子的一個人 我改變了他 這是我很開心的 所以上次大家有吃到我的brownie嗎 今天來不及做給大家 好 所以我要講的是 當我們有同樣的態度 在心中有一把尺 接下來我們是做一個決定 我們要做一個決定 之後你要有一個專注的心 那也想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覺得你找到你心中那把尺 你覺得你的觀念 你的價值觀沒有錯 你也找到一個你人生 你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趕快做決定 然後用一顆專注的心 那但是專注是很難的 其實很容易受影響 很容易被挫折影響 那這個挫折是 就是我不知道對我爸來說是不是 但我覺得 對我來說我是覺得難過的 這是我爸在還沒有蓋 我們還沒有這些 蓋這個房子計畫之前 其實在我小時候 我爸就自己也摸索了 自己設計的這棟大木屋 那這棟大木屋的木料 並不是現在這種規格 反正它就是一個很 很不OK的木料 然後但是它的設計結構 全部都我爸自己設計 但是終於在前幾年 它終於 就是沒辦法了 所以我們必須把這棟房子給拆掉 然後燒掉 那如果是你 你曾經做一個很大的作品 結果你要 你要親手把它 砸爛弄掉燒掉 你是什麼感覺 這回事真的很捨不得 那當然在這裡 有我跟我妹妹 我們全家人 生活空間的記憶 但是你必須把它燒掉 可是這是 這沒有辦法 所以在當你在往前進的過程 一定會有一些事情來干擾你 你會去想說 我到底我哪裡做錯了 我是不是哪裡應該修正 我是不是還有哪裡可以更好 那包括修車這件事情 修車其實我常看我爸就是 把車子所有零件全部拆開來 放在地上 然後再 但是不知道要過多久 就會把它全部都放在車子裡面 然後你看不到那些零件 然後這車子就可以動了 可是這過程 車子零件有這麼多 這是我應該沒記錯的話 他是在弄這台T2的引擎吧 那其實他摸過的車 也不只這一台 其實我常常看到他 好幾台車 他就是這樣把全部零件拆開 然後弄到一個空殼 然後全部把它塞回去 其實你知道這有多難嗎 這真的很難 重點是沒有人教他 那我常常也是看 爸爸在翻一些原文書 但是他是不懂德文的 但是他就是看圖 對用他的經驗 用他的邏輯 跟他想要把它完成的 一份專注的心把它完成 這是一種專注 所以我覺得今天大家來到這裡 分享了好多你想要做的事情 包括你想要做的事情 想就是剛剛風哥想做的事情 他真的好需要專注 我今天的坦素其實 我邊講我也是邊鼓勵我自己 我自己也是 每個人都需要這份專注 那還有這個 這個是我們工地旁邊 其實我爸爸收集了好多台經歸車 但是那些經歸車都是代修的 八九台可能都破殼 或者是哪裡有零件 就是零件車啦 那實在是因為 我們這幾年忙著房子的事情 我們沒有另外一個地 可以放這些車子 那這些車子也沒有人 沒有辦法照顧 所以必須把它載走 那其實我們聽到這台車 要被某個車友收掉的時候 收走的時候 我其實也蠻難過 我難過的是 我希望我可以賺更多的錢 讓我爸可以放車子 我希望我可以賺更多的錢 可以買更好的地 蓋這棟房子 那所以其實也在提醒 我要更專注我的事業上 那所以有時候有些事情 必須離開 那我們就讓他離開 但是我們謹記在心 就是不要讓他影響到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那這是我爸上工的時候 流汗的背影 對 他可能都不知道我有偷拍 我常常偷拍他 但是你知道嗎 在仿苗天氣這麼熱的夏天 這個被濕成這樣 你還得面對一根木頭搞不定 然後你要去把它弄好 對 很有感覺對不對 這麼濕的一個被啊 大太陽 我都很常怕他工地沒有人 看著他 哪天昏倒 我都胡子亂想 所以我還是再次感謝我們的 換工夥伴 好 那所以呢 這個房子 是十幾年前 我們全家人 在餐桌上的一個決定 這個決定 我們當初也不會知道 要蓋到現在已經13年了 那什麼時候要蓋好 大家應該想問什麼時候要蓋好 我也不知道 在座 連我爸都不知道 所以我其實在前幾天的 我在我自己的FB 我PO了一篇文章 就是 我們其實每天常常要面對一些 工作的事情 然後你遇到挫折 然後你覺得你調適好了 結果又來一件事情 可能某個員工又讓你不爽 或怎樣 你又調適好 就又來了 其實我想想 其實昨天我也遇到一件事情 我爸媽還不知道 莫名其妙我要賠六千多塊 因為一個小小的車禍 對 然後 你就覺得莫名其妙啊 真的 可是我昨天 因為我要做這個PowerPoint 我必須整理好我的情緒 可是當我有情緒的時候 我真的都會去看一下 我們家的FB 去看看我爸的事情 看一些照片 然後 我看到他其實每一天要 把這個木頭弄好 處理好了 卡進去 好再換下一根 然後又有問題了 因為我們蓋太久了 所以木頭 時間異常會歪掉 會太乾燥 然後又要再修 然後又處理好 再把他卡回去 然後 我媽媽也常常在形容 你爸一個人在那邊 整整整整整整 我聽了也都覺得 很捨不得 但是又替他開心 因為他在做一件 他很想做的事情 對 所以這幾年就是 其實就是 不斷面對 處理 放下 面對 處理 放下 好那這十幾年來 走到這一步 也歡迎大家 我們即將 應該 不出兩年吧 就可以立處了 那也歡迎大家立處的時候 一起來 然後甚至 不要在立處的時候再來 現在這個時候去看 是最好的 因為卡順這些精細的結構 在這邊大家待會兒可以來玩 那我想 最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這棟房子 也許工房我們沒有辦法教你 目前還沒有辦法複製 但是 這個精神我希望給大家 就是 Be a better you 就是每一個人可以做更好的自己 套句我們公司的slogan 但我覺得這實在是太好的slogan 了 Be a better you 就像我爸一樣 他全把 盡他所能 用盡他所有的力氣 他50歲才開始蓋這棟房子 50歲 年過了半百才開始蓋這棟房子 盡他所能 盡他所有人生的經驗 然後做 放 就是把他所有能做的 跟他的所有經歷 全部都放在這種房子裡面 那 讓你的家人成為你的驕傲 也讓你 你自己為你的家人 就是做一個榜樣 未來我們有一個更好 更幸福的家庭 祝福大家 謝謝